大家好,欢迎收看健康达一波波炸强堂,我们是由五个医生组成的自媒体,我是主持人小果。 近些年来对空心菜的毒品并不少,有人认为空心菜最容易吸附重金属和农药残留,这其实是缺乏依据的说法。 不得不承认,任何蔬菜都无法脱离环境,所以空心菜受到重金属和农药污染也是不可避免的。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空心菜吸附重金属的能力就是最强的,所以独中之王的说法不能成立。 另外,农作物中的重金属含量是否超标,取决于三个因素,农药使用,水质,土壤。 有研究将空心菜等八种常见蔬菜进行重金属检测,结果显示空心菜中的铅、隔等风险较高,但超标是十分罕见的。 只要规范种植,不滥用于农药,一般都不会出现问题。 空心菜不仅口感爽脆,味道鲜美,还能有以下三个作用。 一,补甲,人体缺甲,容易出现四肢无力,精神不济,时序下降等症状,此时应当及时补甲。 空心菜的甲,营养素密度为12.15,可以说是含甲丰富了。 二,缓解便秘。 空心菜中有大量的纤维素,有利于增进肠道蠕动,加速排便,并促进体内毒素的排出,特别适合消化功能差,以及长期病密的人群使用。 三,轻热解毒。 空心菜作为含性的蔬菜,特别适合热性疾病人群使用。 加上空心菜中富含物质素,能够增强巨氏细胞的吞噬能力,还可以消炎杀菌。 好了,各位亲爱的朋友,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。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,可以关注我,或在下面评论区留言。 我们医生每天下班后,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关于健康的那些事。